董事长 我是相信政府的 我相信政府会保护人民的 今天跟中国的互动的时候 我现在就觉得最可怕的事 都已经登上我们的船了 登上我们的船 都已经开始做检验了 做检验的时候 去问到国防部长 国防部长讲 我们不挑衅 我们今天刚刚讲的 国防部不会介入这件事情 我们本来就是避战 不会主动介入 如果介入会升高冲突 我们希望和平处理 好吧 你国防部不处理 海巡署总要处理吧 海巡署拐命令怎么讲 遇到灯检 你不要停留转外 你赶快通知 你什么意思 你赶快跑吧 难道我们就碰到事情 我希望政府保护我 你叫我赶快跑 那台湾最重要的新闻 就是现在我们现在 讨论这个新闻 最重要的新闻 影响全世界的新闻 就是这件事情 影响全世界 我们在台湾本身国内 没有人没有版面 大家关心的是 这个宝宝哭了 黄国桑一个人要发神经病 就是搞民众党 是真是国家的这个乱源 所以美国有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是海军透视宣讲 现在美国已经部署了 五艘航空母舰 在西太平洋了 好 宝洁我问你一个问题 很简单 美国部署五艘航空母舰 是历史上的第一次 对不对 那它部署的对象 它打局对象 或是恫吓的对象 是哪一个国家 当然中国 当然中国嘛 那中国做什么事情 那这个它那么紧张 不 美国那么紧张 结果我们的海军署长说 大家绕跑 你来跟着 不要停留 不要转 我还赶快打电话 我们的国防部长说 避战 奇怪啊 不要升高冲突 对 避战不要惹他 为什么我们航空母舰跑来呢 就表示美国人认为 情况非常的危急 才派出五艘航空母舰嘛 好 我这你就要看 就看起来哪里危急嘛 当然就是 这个要内航的 就是要看内航看门道 我们不是舞照跳马照跑吗 不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多紧张你都不知道 我现在讲了几个 我一慢慢理顺给大家听 第一个 我们发现了这一个 有一艘中国的渔船 对 它是叫快艇 快艇跑来捕鱼 它快艇跑来捕鱼呢 它所谓的三无渔船 什么叫三无呢 它没有船 它没有号码 它也没有登记 什么 它的船人员也没有登记 就抓到了这两个 四个人的船上 两个人逮捕了 两个人落海逆死 对 对不对 这两四个人呢 有两个是贵州人 贵州人 两个是四川人 贵州人跑这 跑 他会掉 他会水星吗 所以他到底是在捕鱼呢 还不是捕鱼啊 现在不是捕鱼的 我们金门捕鱼 所以四个人两个贵州 两个四川 对 然后这个 第一下海域的捕鱼季节 什么季节你知不知道 四月份 它现在来干嘛 这是第一个 无鱼可捕 没有什么珍贵的鱼可以捕啊 唯一有的就是 石斑啊干什么 但石斑是用钓的 不是用捕的 四月份有丁香鱼 有大型的捕捞 四月份 现在没有 没有什么珍贵的鱼可以捕啊 它跑来干嘛呢 第二个 这个我们的海巡署去追它的时候 对 它是碰撞海巡署啊 它先撞海巡署啊 对啊 这里面所以要把公布录 有各种说法 所以这就是典型的碰瓷嘛 它在碰撞 它闹事来的 它是故意来闹的嘛 就跟卢沟桥事变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啊 闹了两个失踪 两个日本兵三星半夜失踪 是真的假的不知道 不知道 打起来了嘛 所以他们来干什么呢 闹事了 他们来闹的嘛 他们来闹的 然后一闹 然后开始 国台办怎么讲 国台办说 惊吓海域 说在台湾这个海域里面 台湾是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对不对 然后更恶劣的一句话 他说没有所谓的禁止跟限制海域 对 我告诉你 我们本来有限制的水域 有禁止水域 这个限就是我们的禁止的水域 现在这条线没有了 那我们为什么有这个限制海域 当然是两岸过去有默契 对不对 还有更重要的 在法律上 我们是一个用国际海洋法的规定 在我们的领海范围内 因为那艘船 捕鱼船 那些渔民捕鱼船 是进到我们0.86海里 我们的领海 所以才去抓 才去追捕它嘛 你跑到我们 它就跑到我们家来了 对 那好 这是惊吓海域 好 现在完了 我现在讲一个概念 现在国台办宣布 没有所谓的禁止跟限制海域 限制海域了 那我问你 那是只有谈惊吓吗 全部吗 当然全部 台湾 你不要吓我 台湾嘛 它都来了嘛 它都到你基隆港 你怎么办呢 到你12海里嘛 那你 那中国这怎么办 要不要升高冲突 他说没有 他说闭战 他跟你讲闭战 然后那个凯勋署说跑掉 落跑 就是这个结果啊 所以如果 所以为什么美国那么紧张嘛 搞五艘航空母舰 因为你这个 你这个论述 是急于台湾本岛 你知不知道 我们的领海领空 通通可以挑战耶 通通都是嘛 这台湾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不是鱼权问题 这个是主权问题嘛 但是挑战我们台湾的主权耶 我们的政府 我们的管辖权 那我们今天有个台湾的 总统的参选人 落选人 柯文哲 他开记者会怎么讲 大家来讨论鱼权 抓虚子的事情 他把主权跟鱼权都搞不清楚耶 民众党是这种烂党耶 这个是主权问题 你看他怎么讲 大家坐下来 这个怎么会是鱼权呢 保护鱼权 鱼民的权益跟海江 是政府该做的 造成伤亡表达哀悼 驱离过程应该力求平和 最重要 台湾跟大陆之间的鱼权问题 最好坐下来谈 不对 人家亲门踏鱼 人家没有在捕鱼的 挑战你的主权 纯心挑战主权 故意你弄一艘小船来给你干 干完之后事情大调了 然后他开始海警船来了 然后开始执行他的请务 他怎么执行 他到你的海域 然后拦捡你的 我们的观光船 我们的渔船 他全面拦捡 他来行驶他的法律权 然后我们的海巡使说 跑 跑 落跑 不要停留跟转弯 那好 那他到基隆来怎么办 这很简单嘛 到宜蘭怎么办 这些都 跑 没带走 没带走 十二海里进来了 我最近不要出海了 所以我现在讲的 这个是草包柯文哲 他连主权的争议跟渔权的争议 这两个重要的 这个不同比例的重要的事情 大家看不懂 可是我觉得 这是第一个事情 我先讲 这荒唐 现在我们的国家会败亡 有这种政客太多 害死台湾人 好 第二个问题是 这是对方刻意的嘛 对啊 对方刻意 所以老美知道啊 老美航空不就在那边 喘在等你啊 看你敢不敢升高啊 因为你升高 我就升高 那我再回来看 这个渔权前面发生什么事情 你忘记没有 发生了一个M503事件 他宣布M503事件的时候 请问你 这个航空的这个 他宣布M503 全部通知台湾 没有 就是给你干了 M503宣布影响什么 影响我们台湾飞到外岛 的飞行器 我们现 把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 所以从金门到台湾本岛 这个空域被限缩了 以前过去尊重 还退缩了七八公里嘛 他现在不管你了 就单项就宣布了 什么都宣布了 就选举过后 他就宣布了嘛 就冲着赖清泽来了嘛 冲着民进党政府来 然后搞 然后我们的反应更妙 我们反应叫什么 我们的 你看观光署 我们就搞了一个 限制禁止我们的 访路问 到大陆访问团 但今天还有 我们现在禁止中国的 乌鱼子了 不 那我们现在 我现在你就看到 我们观光局的 观光署的公文 你看了会吐血 对了这件事 他说它很简单 他说因为涉及到 国家利益问题 所以我们必须要禁止 我们的观光团 我再问一个问题 我现在那些国民党立委 老金通通进水了 你把一个50A503 完全不通知我们台湾 就直接就给我改掉了 那我要怎么回应你 要个比例的关系回应你 对 你没法面子 你把我继续 你不要把你 我也是把你挑逗的问题 结果我们不出团了 对不对 结果那个不入团 不出团 你不出团是什么样的比例原则 一点暴富意义都没有 就是被人家打到 人家打不完 所以这才是核心问题 他一招一招出招给我们 我们一招一招的回应的时候 软弱 苍白 无力 根本什么抗中保财 完全是一群大闹种 你昨天讲说五少航空母舰 来到这个西太平洋 是一间非常天大地的 我说没有啊 台湾很安全啊 我们现在都五少跳马兆跑啊 我们的人民生活很在圈 我们昨天在乎的是 宝宝有没有在哭啊 结果美国只一讲 中国海警强制登检金门一个邮轮 金夏海域两岸对峙升级 然后五少航空母舰就来了 对 但是你看看 我们的新闻怎么写的 讲到这个总统府怎么讲的 国安团队 即时向蔡英文报告 然后呢 没有人后 没有人后 这个就是 真丢脸丢到哪外国去 全世界在看 他刚刚你看到没有 他用人民网 换言之上 他用人民日报处理这个新闻 人民日报处理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回到他的媒体的主导 他回到他的主权率了 这不是网络了 对 这个事情他不会停了 他现在用谴责这个东西台方无私 大陆渔民生命不可容忍 我就再问一个问题 好 这个大陆渔民怎么出现的 台湾的渔季是四月份 现在根本无鱼可补 对 你跑来干嘛呢 如果你有渔民 我们有渔民啊 你有没有看到我们的渔民 没有 我们只有观光船啊 为什么我们没有渔民 他们有渔民 是不是来捕鱼的 是不是来打捞鱼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问题 你这两个人 让他放回去了 对不对 前两天我看到是 新门地检署侦查侦办中 你有没有留下笔录啊 对 你有没有去侦办啊 等一下 他如果是渔民 跟他不是渔民 如果他是民兵 他是来渗透的 那你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别人一凶 赶快送回来 还送给他穿戴戴戴 穿新衣戴行帽 你前两天的新闻 就是金门地检署侦查嘛 侦办中 当然要侦办的 怎么会把它放回去呢 怎么遣返什么意思啊 对不对 所以这整个新闻很怪异 然后我们看台湾就一味的低调 然后大陆这边 一味的非常强势在 不断地叫嚣辱骂 新华社人民网 然后国台办 然后最重要的 推翻了我们台湾所主张的海域 所谓的禁止海域跟限制海域 他把我们台湾的 对我们的海上的边界的主张 全面推翻 对 你怎么办 江文你怎么办 他现在金门可以这样干 对不对 那金门 我跟大家讲清楚一点 就是我们所主张的领海基线 这就是所谓的十二海里 跟二十四海里 对不对 十二海里他已经进来了 你刚刚看那个图 对 那个图就是他已经切近我们的 陆界的十二海里了 那我们都没有作为 那我现在就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台湾 本岛的领海基线 这个边界发生 海域发生这个事情 或是空域发生这个事情 你今天国防部要不要有作为 当然要有作为 对啊 他是处理的 国安团队其实向蔡英文报告嘛 这次事情就结束了嘛 好 那个问题 现在第三个 咱有一个麻烦事啊 我请问你 那么大的事情啊 你有没有看到蔡英文有召开国安会议 没有吗 没有新闻嘛 有没有看到蔡英文说 他如果是国外 今天如果是发生在 美国 政党轮替 我现在问政党轮替 如果今天是国民党掌握赢得政权 今天你是蔡英文总统 碰到这种大事情的时候 你怎么处理 要赶快跟国民党说明啊 当然啊 因为第一件事情 你记不记得 阿扁第一次当选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 他去参观哪个单位 国安局 就是杨明山的那个国安局 山上到国安局 国安局立刻做简报 然后立刻开始派出联络官 然后同步开始接收 跟当时的总统的一模一样的情报 对 让新任总统进入情况 你有看到赖清德总统有进入情况吗 没有吗 我看不到啊 你要不要跟赖清德总统昨天还在 交接 还在搞谈讽 所以表示我怀疑 我高度的怀疑赖清德总统 在这件事情上面 是属于这个局外人 局外人啊 那可是这件事情你认为 他的对战到底是打谁 是打蔡英文吗 蔡英文要下台了 这个事情的结果谁要负责 赖清德要承担 赖清德要承担这个结果 结果赖清德有没有参与 不知道 不知道 那这个事情应不应该交代 当然要交代 对啊 这个起码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 已经选出了民主的 这个已经570万票的总统嘛 让我们知道 这个总统是不是已经 入入所谓的这个权力交接 整个国安的系统 整个三军统帅 准三军统帅就定位 然后免 万一他不可能说 520以后再来接事啊 所以这些工作都没有人在做交代 然后大家很快乐的 看到立法院在哭哭啼啼 看到黄国昌在这边做直播 就整个国家一片混乱 然后只看到最奇怪的就是 5艘航空母舰跑到西太平洋来 要对付中共 是为了台湾 然后台湾若无其事 董事长 你开始讲说这八戏 你说他是五族 今天我想你 大概夸张了吧 今天他有黄国昌 他今天有黄珊珊 照一讲他应该可以 兴风作浪 卷起 千堆雪 结果赶快搞了半天 今天立法院最重要的 两场大戏 文戏跟武戏 今天所有的议程 包括未来的赵伟 甚至之前的立法院院长 副院长 民众党真的毫无角色可言 他今天没有表演的空间 今天我们讲 我举一个小例子 你看到的就是黄杰 跟徐晓星两个打架 对 那个真打假打 当然假打 当然假打 所以换言之讲 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 光是黄杰跟徐晓星 两个人的头脑 就比这八个人的头脑 要清楚太多了 我就知道我第一天要抢镜头 我抢镜的方法 就两个讲好了 赵脚本演出 那你现在 民众党八级立委 自称超越蓝绿最强战力 通通是豆腐老 老金进水 重点是你现在关键的场面 没看到半个人 就是我现在讲的说 没有看到半个人的理 其中一个理由 就这一次的国民两党的年纪立委的战力 都远超过这八级立委 对不对 很简单嘛 你这巧心跟黄杰两个人表现多好 今天第一天把镜头抢完了 你再来你再来 你再来 你再来我吃春的啦 黄国昌就变成根本没有角度 他不能跟黄杰 黄国昌多可憐 号称第一战将 昨天被宝宝整个棋拜 今天被烧 黄杰一个这个水 巧心一个棋拜 对啊 所以他根本没有舞台嘛 那没有舞台的立法委员 113个 你怎么抢镜头 所以看到 然后另外一个更糟糕的 第二点你看更糟糕的 柯文哲也进来跟黄国昌抢镜头 大安森林的这个国王 要跑进来抢黄国昌的镜头 这个柯文哲你可以让黄国昌表演几天 红一点再来吧 不过都可以调了 今天就来了 他要来瞧这个三党的这个饭局 大家要认识认识一下 原来就不认识了 大家大概八个 懂得认识比你还要更深吧 不是 他太完了 他本来说我不要密事协商 我都要公开透明 结果今天透明一下 我们明天蓝跟白 我们的党团三长要吃饭 对 所以这个就是今天 你看到钱驴继穷 他们根本对立法院的运作 完全没有介入的空间 他唯一的一次 唯一的一次最重要一次 就是立法院院长选举那一次 对 在选举那一次的时候 他可以扮演一个杠杆的角色 他自己自费武功 自费武功之后 现在想要印插回来 所以黄国昌所有的动作 我今天有看到一个公文 他要通知这个朝野协商 对 朝野协商 然后你知道那个主席是谁吗 主席谁 黄国昌 可以这样吗 黄国昌 不是 你去看嘛 黄国昌你看那个 对 今天最速箭 立法院朝野党团协商通知 会议主持人 台湾民众党党团 黄国昌委员 对啊 他自己发个通知书 就到他来开会 你是谁啊 Who are you啊 所以柯建平怎么骂他 神经病 神经病 怎么发神经病嘛 所以这个整个党 我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你现在看到了 今天的第一天的开局的结果 就看出来很简单 数量是有意义的 少数就是少数 少数就是只能当观众 就站在那边看戏 多数就是表演 那个舞台很挤 挤的就告诉你 你上不了台 然后这是讲说数量的问题 第二个实力问题 我请问你嘛 八个立法委员 哪一个人当过立法委员 就黄国昌 就黄国昌 黄国昌演的情况 他这次演的情况好不好 当然不好 他的脚本好不好 不好 不好 然后被柯文哲评价黄国昌是什么 是神经病 对不对 被柯尔建民 被柯尔建民评价黄国昌是神经病嘛 你的第一号战将 柯文哲也讲过什么话 一个打五个 一个打五个 对不对 之后是只有一个黄国昌 一个打五个 然后打民众打 然后到外面打仗 废物一个 真的废物吗 废物啊 打不出来吗 每天在内部吵架 凶悍得不得了 又是战狼 又是什么 还有黄珊珊一大堆 结果现在真正在 看到有名字的 就一个黄国昌 对 他所有的功能是在干什么 他所有的功能 就是让民众党的立法委员 在立法院内没有舞台 赵伟没有了 赵伟没有 委员会他有 就一个在那边撒瓜 一堆撒瓜精的水 就在里面 连上舞台的条件都没有 就黄国昌一个人的杰作 就他最大本事在这里 然后搞到今天 我刚刚再重复一下 搞到这种烂戏托棚 载戏托棚 让柯文哲进来抢戏 柯文哲你一个帮帮忙 你可不可以等一个礼拜以后 再来详细呢 他一个礼拜赖不住 你可以想象 这等一下要交给我们这个 柯文哲的这种心理分析专家 你知道吗 这个我们的张雨晶来分析 这个也太现实吧 今天刚刚讲的 今天在立法院有文场 有无场 有各种的综合卑合 就民众党真的被排除在外面了 我现在百事不得其解 黄国昌本身是当过立法委员 他本身是法学博士 他是美国的博士 他大学教授 中央教育院的研究员 这么精彩丰富的资历 他知不知道 他现在发一个会议通知 要大家一个小时内来开会 这个事情 大家的反应会是拒绝他 还是欢迎他 当然拒绝 他当然知道 所以他在发会议通知之前 就知道一定会碰壁 一定是私人独桥 就是三个小猫坐在那边 那他干嘛还发这个通知 就是他故意的嘛 他故意的 为什么他故意这样子搞 为什么 因为你刚刚讲一句话嘛 国昌老师好棒棒嘛 谁讲的 网路上有人讲国昌老师 网路上讲 所以他在干嘛你知道吧 他留下一个网路的画面 要闹事嘛 他没有要开会嘛 他完全没有要跟你好好搞 他就是故意给你拍的这个画面 然后大家看 你看有没有 我重视食安哦 你看这些坏党哦 国民党啊 这些民进党都不来 就我重视食安 我一个人在这边干 我为了食安在奋斗 他们这些人航瀉一气 他搞这个玩意 他在做网路的画面 争取网友的支持 然后顺便倒打国民党党一爬 然后来做边缘的游戏 他要搞群众运动 他要回到馆长的那些小鬼 百万的流量 搞这个东西 百万流量 对 柯文哲吃他这套 因为他砸锅了嘛 他那一遍砸锅了 立法院砸锅了嘛 立法院砸锅 他那个 他变成柯文哲 他一个打五个变成 变成一个打 把半个 他自己变成半个了嘛 他把民众当打趴了 他把民众当打趴了 他怎么跟柯文哲交代呢 他知道他砸锅了嘛 怎么办呢 砸锅 补锅法嘛 补锅法你知道吗 我知道 怎么补 更大动 把那个锅打大 更大动 对不对 他知道柯文哲吃哪一套嘛 他只有一个TA 他只有一个观众 讲简单一点 柯文哲 他搞定柯文哲 天下无难事嘛 所以他在整个的过程当中 从来老代化里面 没有想到人民福祉 什么柯建民的意识规则 什么立法委员互相尊重 他没在想这些事情 他就搞一个画面 晚上 他就把这个画面 跟馆长一起做直播 直播完了 柯文哲一看 流量 百万流量 这要尊重 那柯文哲这能够唬多久 可以 唬个几刀啦 因为柯文哲现在也准备进场了嘛 要进来吃饭了嘛 柯文哲刚好进入一个最大的陷阱 因为当你柯文哲进来以后 进到立法院 谁负责 柯文哲负责 对啊 他根本不是在当立委嘛 他在当网红嘛 他在当网红 他在做画面 他在做流量 这几个家伙不务正业 没有一个在想国家的事情 他玩假的 他玩假的 打架球 所以从 他知道 他知道 我跟你们这些蓝绿搞的结果 我连徐晓星都搞不过 我干脆 我自己搞一个空的会议室 知道你们都不来 没想到有一个二百五 侯孟凯来了 侯孟凯 侯孟凯为什么来 他为什么 因为侯孟凯想这小孩 我来对他好一点 他会不会不要选2026 你不要选新北 选2026新北 有一个新北的魔界 想太多了 孟凯你也没有机会 他也没有机会 你们两个都没机会 你说孟凯没机会 当然没有机会啊 搞不好谁知道 2026 不要想2026 下个礼拜什么事都不知道 碰到这一群 他没有想要正办 他没有想要正正经经保释 当立委把立委搞好 所以你看黄珊珊为什么不来 黄珊珊知道你的玩假的 黄珊珊你要知道你小子要去呼隆 黄珊珊不来是有意义的 黄珊珊知道你小子做个画面 要准备去呼隆柯文哲 我就帮你当傻夫了 我帮你当花瓶 帮你当配角 老娘不是傻子 老娘聪明得很 是吃柯文哲第一名 吃剩下的给你黄珊珊吃 就你黄珊捞过 就要爬到老娘头上去吃柯文哲 哪有这回事